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叫国民党 什么叫共产党 什么叫外国势力 什么叫独立 什么叫分裂 什么叫颠覆 想有帮助 上两次我们说了什么呢 中英第一次的内议战争 即清英第一次的矮片战争 还有这个是拜国联军和东南互保 这次我们要说一个人物 我们由他生平开始 一直说到他死 这个人物就是孙文 大家知道中华民国奉他为国府 很多蓝营的人觉得这是神主派 就算现在在中国大陆 共产党都奉他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先行者 他是不是真的值得这么大的包扬呢 还是我对他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不是有些不一样 是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呢 我要这么说 我这个节目肯定得罪一大票人 但我告诉大家 真相是不在于谁得罪谁 而是你有没有道理去说服我哪个地方说错 哪个地方说对 这个地方希望大家有所注意 我们讲孙文 我们会有十几个不同的议题和大家讲一讲 大家知道孙文奉为中华民国的国库 但是我的标题写得很清楚了 孙文并不是中华民国的国库 其实中华民国的国库是袁世凯 真正的国库是袁世凯 是因为他真的能够创立了一个新的制度 也举办了第一场的国会的选举 也是唯一一次在中国几十几亿的人里面 唯一一次有四千万人参加 占当时的人口十分之一 在1912年的12月举办的这场选举 1913年的初所举办的这场选举 是众议院与参议院的选举 稍后我们会讲到 是四千万人参加 当时中国有四亿人 十分之一人去参加这场选举 相当磅磅 我希望大家明白 这一次中国应该是唯一一次有这么大规模的选举 它算不得上普及而平等的选举 但是相当重要 现在说回孙文 孙文呢 它并不是中华民国的制定者 定立者 创建者 哇 你说桑普怎么搞错 民国的国父是孙文 为什么你说它不是缔结者呢 稍后我会讲到这一点 而且我会讲到它是整个民国 就是民主共和国的摧毁者 哇 你真是颠覆了全部的历史给我听 你说孙大炮 不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而且还是摧毁中华民国 真是这样 为什么 请听我《美美道来》 1866年11月12日 孙文出生在这个华南的广东省香山苑的徐康村 那个地方叫香山 现在叫中山 就是因为叫孙中山 就是改了名叫中山 其实这个名字是不伦不类的 中山朝是他当时在日本的时候所改的名字 中山是日本的姓 朝是他的名字 原先作为一个汉人 他姓孙 那么将日本的名字 中山的姓 两个Apple and Pen 变成孙中山 根据不知所谓 所以两个姓加叠起来 变成一个名字 你说想一想 说出来都很好笑 所以整个节目 我从来不说孙中山的名字 说起来都很好笑 然后叫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总理 孙中山国父 这些 全部是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父辈被洗脑 然后洗我们的脑 结果 其实这个名字本身是很好笑 先不要说这些枝节 孙文 他生活到他13岁 都是一个穷困的 崔康村长大 13至18岁 就是根据他的哥哥孙薇 在夏威夷有四年生活 当时夏威夷也不是美国的领土 当时是夏威夷王国的末期 是卡拉卡亚国王的选举 因为他希望这个国王慢慢通过民主选举 变成一个真正的国王 他当时在夏威夷受死 他的名字叫孙日申 后来在日本叫孙日仙 就是这样来的 改了一点点名字 后来当然他回到广东 崔康村的时候 和陆浩东一起 倒烂了北帝庙 天后宫 元天上帝 金花梁梁 全都在神尚打烂 所以被村民逐出去 去了香港 83年12月 去了拔萃南书院 84年4月 去了中央书院 就是后来的黄隐书院 就是读书 后来就是84年 因为父母之命 梅雀之言 就是和盧慕貞结婚的 孙中山一生人 有很多个女人 真的和她结婚的 或者和她相伴的 盧慕貞 陈瑞芬 大悦 和宋慶玲 是大家史冊有写的 大悦是一个日本人 是当时她留在日本 人家15岁 就衰十一 就搞人家15岁的女人 生了一个女儿 叫公村父妹子 Humiko 现在还在她后代 听说还在日本 接着 盧慕貞 就是她第一任的夫人 父母之命梅雀之言 本身也没读过很多书 盧慕貞生了一男两女 长子叫孙科 后来成为广州市长 也后来是行政院长 1915年她才和宋慶玲结婚 宋家有三姊妹 宋爱玲和孔祥喜结婚 宋慶玲和孙文结婚 宋美玲和蔣阿世结婚 而弟弟就是宋子文 想送孔臣 基本上是四大家族 大家知道 宋的家族也相当大 当然她们同结婚之后 就是84年至85年 再去一次夏威夷 接着再回来 就在广州博济医院到86年开始 读书 去到1887至1992年 1887至1989年 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 有五年制的 她当时就是这个时间 就认识了很多 所谓的三三五岳的人 其实她在夏威夷的时期 亦都认识了很多三三五岳的人 就是洪门 是很重要的 黑社会 她的歌叫孙薇 洪门志公堂 就是她当时是 拜把兄弟 斩鸡头 烧熊子 在洪门 夏威夷入过 好了 去到香港的地方 亦都跟很多一些 道上的人 互相往来 有个三合会的人 叫郑士良 是香港很出名的三合会 她亦都会约在澳门和香港一带 宣文也都认识到六浩东 陈小伯 尤烈 杨鹤寧 四大口就是说 宣文、陈小伯、尤烈、杨鹤寧 四大口 他们四个人都有共同的 一种傾慕的对象 就是洪秀泉 一个杀了二千、三千万人的洪秀泉 竟然是他们的傾慕对象 有些人说洪秀泉是客家人、 宣文都是客家人 据大家考察就是说 宣文基本上好像不是客家人 因为徐肯村不是客家村 而他们傾慕洪秀泉 基本上觉得 排满轻汉是重要 最重要就是说 将满族的塔佬完全赶走 驱除塔佬 恢復我 汉族的江山 就是当时这四大口心念的一件事 亦都在1892年他毕业之后 没有去做医生 因为很多牌照的原因 他做不到医生 他都去到镜湖医院去做事 但是关键的地方就是因为 我们认识这班人 那陈少布又办法 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知识人 包括譬如说 赋民人社的杨渠云 謝赞泰等等的人 大家就开始 就是管保了 第二个很重要的事发生 就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 中日的这场战争 当然是以1895年的清廷打败为终结 那期间也都是这个宣文 也都有上李鸿章书写出来 但是当然这份上李鸿章书 从来都没有送到 在李鸿章的案头书着上面 因为他在说一些废话 和说一些根本上是谣不及义的东西 也都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 说来说去就是人尽其才 地尽其理科 物尽其用科昌其流 全部这些叫做高大空 就是什么伟大的时代 产生伟大的思想 一样的 那这个时刻 他也再去到夏威尔一次 也都在1894年的11月 组织了卿中会 第二年1895年的2月 回到香港 亦都在香港成立了卿中会的总部 跟着他也有广州分会 卿中会在哪里呢 现在在这个中环 斯丹利街再上去 就看到这个卿中会 当时后他的斗 基本上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轻中会就这样成立的 轻中会基本上是一个 广东人成立的组织 全部都是一些 说广东话的人 他当时也都向日本的领事馆 香港的日本领事馆 希望去求援的 清天白日期都是六号东设计 也都是当时能够设计出来的 1896年 即是他这段时间 就是组织了卿中会 但是同一时间 1895年 亦都发动了第一次的所谓的起义 就是广州起义 结果当然是失败 失败了之后 他要亡冥天涯 去过日本 去过夏威尔 去过美国 去过英国 去过英国的时候 他就发生了一个 《伦敦蒙难记》 有一本叫《Kidnapped in London》的书 也是他 因为他读过英文 因为夏威尔读过英文 在香港也读过英文 所以写了出英文 他这个《伦敦蒙难记》 是搞笑的 他基本上就是 入了一个清廷的 驻英的领事馆 然后被人捉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的老师康德黎 就是救过他 基本上就是因为这样 登上英国的报纸上 就使得外国有些人 认识到这个 《Dr.孙》 就是孙逸仙 即是孙文这个名字 当时他没有叫自己孙中山 孙中山 后来你们自己叫上去 所以这个叫孙文的一个过去 而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他也是在这段时间 就是做很多的国际游说 打国际线 国际线的时候 有日本夏威尔 夏威尔 以1898年才成为美国的领土 美国有英国 最重要的是很多他的朋友 其实都不在美国夏威尔或者英国 而他的朋友在日本 日本他认识到什么人呢 当然黑社会 浪人 黑社会 另外有一个浪人 日本的一个叫做买版 或者一些 就叫做浅客 就是一些所谓的中间 兼客客 就叫做公旗涛天 另外平山洲等等 人都是很重要的人物 这个时间 他们就开始酝酿 如何可以在中国搞革命 他们的情况是这样 日本这帮浪人 或者黑社会 在想什么 是有些政治想法 他是很忌俄国的 因为当时候 在1896年的时候 你想一想 俄国当时是想沙皇时代 寄予中国的北满南满 即满洲 而日本觉得 他对朝鲜的利益 亦都是和满洲利益互相扣连 他希望孙文做一件事 就是说 一起和日本联合去反俄 将清廷迫成同俄同一阵线 而清俄可以和日本对抗的话 爆发一场战争 后来就是如愿爆发 1904-05年的日俄战争 日本的日路战争 LU LU就是RUSHIA的RU 日路战争 或者日俄战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会知道 孙文当时是被这帮人利用 而孙文也在利用这帮人 那他要什么呢 拗这帮人给钱他 或者给一些军饷给他 或者给一些军器给他 这些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不知煽动就是颠覆国家政权 而且重要的是分裂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叫李鸿章分裂国家 他制定一个叫做 两广独立计划 在日本很多的历史书里面 就写南清独立计划 两广独立计划 当时是孙文推荐给李鸿章 因为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 香港的总督是谁呢 就是William Blake 当时是Henry William Blake 就是这个北历 所以现在有一个北历 也都是继续是暴力 也都是这一个 香港一条街 也是这样叫的 北历这个总督 就和这个李鸿章 基本上是有谈解 这个当时也有另一个人叫何启 何启如果读香港诗 大家都知道了 他是孙文的一个老师 因为都是在港大 即是西医学与西宣的时候的情况 那当时孙大炮 就是大炮 广东话就叫做说大话 但孙大炮当时就是说这个 找了陈少伯 建立了他的平治章程 邓小平的平 统治的字 平治章程 就是说这个两广独立计划 就是又衰 李鸿章 不如想一想 可不可以使用两广 能够离开清廷 因为当时发生的什么事呢 就是正是陷入一个八国联军的时代 我们上一次说过东南互保的年代 很希望李鸿章 你不单只要有东南互保 甚至是独立 这个是谁说的 孙文说的 陈少伯说的 这班人就叫李鸿章 不如独立 两广独立了之后 离开清廷 更加能够建立一个 顺水看形的政权 排满 日本轻汉 不就更加好 李鸿章 是不是汉奸 就看你这铺 当然李鸿章 先耍一下他 根本上 他觉得很简单 李鸿章的目的 不是想独立 李鸿章的目的 就很简单 就是说 要日本 当时康有为 就寄居在日本的地方 指望堵倒他 于是乎 就要拉拢日本 日本 我可能 就是为了孙大炮这些人 我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我不给你一个 确实与否的答案 但 前提你一定要帮我 将这个康有为清除 日本当然是不想的 留一个筹码在身边 所以谈谈谈谈谈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那件事呢 不是因为李鸿章 不愿意两光独立 是因为当时候 要签身丑和约 慈禧上次我说到 去了西安的时候 要找这个 李鸿章北上 去1900年的时候 去谈这个 身丑和约 1901年签订 明年我们就身丑一年 没有什么身丑条约 我不知道 就要他做全权大臣 和八国 其实十一国 去谈这个身丑和约 这个时候 李鸿章 当然就被调走 所有东西化为灰准 那他到时 当时怎么样呢 苏文是顶着 去台湾 找谁呢 当时候 日本统治台湾的 这个 二玉元太郎总督 但是二玉元太郎总督不在 他找谁呢 找一个代理人 就是后藤申平 如果大家对于台湾历史有认识 就是后藤申平 是对台湾很有贡献的 那这位 二玉元太郎总督的代理人 后藤申平也是民政长官 就说 日本 你不如这样 趁蜻病 拿他命 我给摆痴军队 我在西面由广东进攻厦门 在这个时候 你就出一些日本军舰 由台湾开过来 攻入厦门 到时候厦门给你的 其他给我的 那当然了 再他浪费 因为大家要明白到 很多这些国家 当时还没准备 要去寄予中国任何的领土 没有任何的野心 日本对中国的领土的野心 是后期才有的 在这个时候是没有的 这个时候当然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你看到孙大炮的结果 你又说要轻看 但你什么都可以跟外国人交易 日本人交易 英国人交易 都可以 夏威夷 什么黑社会 都可以 基本上你是一个 机会主义者 投机 取巧 而他有很多东西 是使人家很有疑问的 因为他跟内田 梁平 这个黑龙会的黑帮大哥说 你只要跟我们 给钱我们 但是我们成功革命的话 就是满蒙 西伯利亚 全部交给你 当然人家不理他 这个时候 有几点是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说 他用汇党 来做一个 基本上的叛乱模式 他不是说 通过公民的力量 通过这个思想的啟蒙 去做一个公民的势力 做一个和理非的活动 更加不是所谓的勇武 他的勇武就是什么呢 黑社会 即是酸黑勾结 这个情况下 就去做这件事 第二个就是投机取巧 基本上可以卖国 你要满蒙 要 厦门 要 什么都可以给你 第三个有更奇怪 我一直在中学的时候读书 读到现在我都不明白的这一点 很希望你们明白 解给我知道 但基本上我慢慢明白 是很重要的 鞭除武装革命 你想一想 你要推翻慈禧 推翻清调 为什么你不是天津河北直帝 或者是北京搞 要在一个 武雷宫那么远的地方搞的呢 即是同样道理 你在香港搞多少勇武冲突 能够颠覆到北京的政权呢 根本没关系的 没关系 但问题就是说 你鞭除武装革命 唯一是什么呢 国民党的教科书就说 告诉大家 一定要促进到各省 自己独立 我做一个地方封起 即是密封 封起了 每个地方都会封起 各自独立 这个就是他们的一种想法 但说真的 你和各地的时薪是没有联系 你和各地的新军更加没有联系 你只不过和广东本地的黑社会有联系 请问你了 你凭什么东西可以做到 鞭除武装革命 封起之后 全部各省 各省 这件事 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其实说到底 他当时的想法 只是希望做一个山大王 变成一个两广 或者广东本身一个 一个 一个本地的一个 基本上能够振起的东西 他要的就是分裂国家 各地为王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那当然 有很多人是不满意他的 当时的革命组织 除了卿中会之外 我们看到在湖南有华卿会 是以王卿 宋教人 谭仁峰这些人为首的 另外在上海道 江志一带有光复会 光复会是以蔡元培为会长的 蔡元培下面也有很多人 譬如有陶成章 有秋锦 以前我们小时候 有汪明泉飾演的秋锦 齐做那些秋风秋雨仇杀人 和我们徐石伦的故事 全部是光复会的人 不同挂的 讲的地区的语言都不同 所以看到这几挂的人 是完全拉不拉的 但是他们有同样的目标 就是排满兴看 这个地方 他们就慢慢慢慢结罪 1905年在东京 就在黑龙会的黑帮的地头 的本部 成立了同盟会 这一次同盟会的成立 是挺有意思的 是几个不同的 中国的一些所谓的革命党 就是广东的卿尊会 湖南的华卿会 和上海的光复会 和当时在日本奏学很多的留学生 读军校的 读大学的留学生 一起结合 这一次是孙文第一次 和一些知识人 或者一些未来的知识人 互相结合 知识层次 整个水平 格局都很不同 当然 孙文很僥倖 可以在同盟会 拿到会长一职 但关键的地方 就是其他人都和他很有意见 闹不和 在这个时间 你会看到 有很多的争议也会出现 譬如说 王兴 即是 湖南的王兴 后来成为他 拜把兄弟 当时 他和他不和 差不多要打倒他 因为孙文 一定要用清天白日期 王兴要用井子期 表现出 以前中国的井田制 两个打打架 另外 你会看到广东邦 主要是胡汉民 汪少明 即是汪精卫 另外 有廖仲海 朱執讯 朱執讯 朱執讯是孙文的文胆 很多文字 根本不是孙文寫的 是朱執讯寫的 基本上有几样东西去处理 你看到 他们这班人 是有固定的班底 另外 宣文有件事是大家很坏 那班革命党人 基本上很恨 宣文拿日本钱 他说觉得 你要拿日本的钱 所有东西 问日本拘捕之后 自己带他 就好像现在 看到不同地方 都有一些 所谓号称 什么什么派的领袖 一些很聪明的人 都是自己带钱的 囚员之后自己带的 这个真是莫名其妙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会看到 每个人都各怀鬼胎 还有有一件事 同盟会有所谓的四大纲力 驱除大佬 恢复中华 其实说的是 汉族统治一切 然后建立民国 原先就是创立民国 建立民国 平均地权 其实平均地权 每个人都不想 很多事身觉得 如何是平均地权 因为当时孙祖孙大炮 基本上是读了很多外国 一些改良社会主义的书 他们在说一个 账价归功的概念 即是说 你的土地买入来是100万 现在涨到1000万 那900元 你一元都不可以代 要全部缴加国库 这叫账价归功 即是不动产账价归功 这件事就叫做很离谱 很多事身和所谓的有钱的人 当然不喜欢 怎会可能这样 那你100元买 100元买 那我买来做什么 接着就会觉得 这个完全是抵触 但是他坚持 一定要将平均地权 写进去 而他的一套三序的构想 也都慢慢出来了 即是他觉得 一定要先要有政治革命 先 接着有所谓的民族革命 先 就叫做民族主义 接着有政治革命 行第二 就是这个叫民权主义 接着有社会革命 行后 就叫做民生主义 在当时的想法 但这件事的话 即是 各个人都当时没有摆在眼里 觉得 说一下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 接着呢 涂承章刚刚说过了 光复会的重要人物 就是在嘲笑孙中山 孙文 就说你在东边放火 西边填沙 只是有害无益 在边境地方起兵 只是损失兵力 浪费资金 毫无意义 祸患极大 你看一看 当时很多人对他有很多的意见 在这个时间 就不断在这儿搞 1895年的广州起义之后 1900年又所谓的惠州起义 说到最后就是什么都搞不定 刚刚说过了 他说想打去厦门 接引日本 但当然 你又打不成 日本也不骚你 这个惠州起义当然失败 十次起义基本上都是失败 当然 孙大炮唯一一次去坐镇 起义现场的 只有一次 是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 而重要 离开武雷公那么远 就招引越南和广西之间的镇南关系的友谊关 要越南打个加龙大炮 打进去清朝 当然也是失败 在这个情况下 你会知道 他做的所有事情 都令人觉得很齿冷 去到最后 因为黄花江起义失败 1911年3月黄花江起义失败之后 他亡命天涯 去了美国 去哪里呢 Denver Denver 做什么呢 餐厅到洗大饼 洗大饼 洗大饼就是洗碗 突然之间 10月的时候 一看当地的报纸 《辛亥革命》完成了 原来《辛亥革命》 原来《辛亥革命》 是原先华卿会的班底 之后 慢慢变成了中部同盟会 是以谭仁鳳 宋教人 居正等等人为骨幹 而他们极度痛恨酸大炮 因为他觉得 新军的主要大本营就是武汉 为什么你不在那地方面对着真正的对手去抗争 你没有雷工那么远 广州广东搞一大堆无聊的东西 于是乎这班人 于是乎是中部同盟会 还有文学社 尤其是文学社 也都开始和新军有联络 就是《辛亥革命》 就是武昌 昌声一响 基本上18星期扯起身 那时候18星期就因为 武昌起义之后 18个行省纷纷号召独立 独立 真是完全脱离这个清调 大部分的人都是知议会 我上次说过是视身阶级 掌握了新的省议会 而这个省议会就是独立 他们有自己的一定程度的军队 他们可以镇压一切的事 《辛亥革命》武昌 基本上不会造成很大的生灵涂炭 整个《辛亥革命》各地的风起 是与孙文无关系 与孙文宣传的事是无关系 你看一看 华卿会、光复会是做了很多工作 而孙文放弃的时候 正是革命成功的时候 《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 与孙文无关系 很多国民党的教科书就会说 是因为做了十次革命的铺垫 所以造成了《辛亥革命》有这样的风潮 不好意思 从来都不是造成这样的风潮 这个所谓的铺垫与风潮 根本上是可笑的 你是将《华卿会》 《光复会》在各地的起义 完全视为零 而将自己做一些不等的事 煲到很大 你看看 在抽紧徐石铃 在杭州 在上海做了什么事 更多 会不会被列入十次革命里面 一点都不会 十次革命全部是你那些 无关痛痒 拗痕式 自走 灭亡式的一些暴动 而其他人做的很多东西 是带动了各地的风潮 而最重要的就是 与世新之间的联络 你要知道 当时有一帮建制派 这帮建制派是什么呢 一帮世新 各地的渔商 他们是佔据了 当时《清亭》在清末新政度 所成立的资议局地方省议会 重要的地位 宣文是不屑跟这些人联络的 亦都不屑跟外国的一些 读完书的学生联络 即是外国由日本的留学生 入了军校 有身识训练 做了元世系统的新军 甚至在当地驻扎 再和世新之间有很紧密的联系 才可以将清亭翻盘的 翻盘是好像一个骨牌那样 突然之间武昌一倒下 各地的资议局和武昌的士新 互相联络 各地封起 这个封起 完全和孙大炮所做的 会党 是黑社会 日本浪人 甚至是一些知识分子 商人 资议局的人员 完全没有关系 这些人才是革命的中坚 而孙大炮并没有参与其中 孙大炮是什么呢 他当然是想去度水 去过英国来 英国人不给水给他 他假扮有钱回来 这个很重要 做人要充阔老 最重要是要告诉大家 我可以 筹到钱 懂英文 懂鸡腸 美国英国给钱我 那他怎么来呢 由美国兜个圈去英国 英国兜个圈去到香港上船 当时胡汉民接他船 孙大炮 你不要去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跟袁世凯 谈好了 真是谈好了 因为当时就是说 大家会有一个 基本上的一个共识 已经在了 就是说 当时就是南北有议和 袁世凯、帕英冯国璋等等 人去打武昌的喜义冯 搞到王兄 宋教人都要走 是不是 宋教人就走了 然后这个 宋教人其实当时不在武昌 来到的时候都要走了 王兄也不敢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南北要议和 即是说 袁世凯 他知道他有军权 孙统皇帝 当然不是他 还要是摄政王 就找他 你去打这帮这样的人 袁世凯就好 我去打 我去打 找个冯国璋去打这个武昌 打了一半 停 目的是什么呢 聊天 其实辛亥革命由始至终 是一场政变 是一场袁世凯 对于满族皇室的政变 而袁世凯是做得很得体 死的人也很少 为什么这么说呢 袁世凯 他不是要铲除了这帮革命党 他就派遣唐绍仪 和代表南方的五庭方 达成了召开国事会议 攻决国体的这一点 这一点也是 当时在1911年的12月18日的时候 南北双方已经开始了和平谈判 一旦达成了这个共识 宋教人 一个相当出色的一个 有宪政思想的一位知识人 起初了岳洲宪法 三权分立 不是五权宪法 三权分立 内阁制 也有权力制衡 内阁能够选举总统 现在国会能够选举总统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会看到整个天下 基本上已经有 基本上抵定 有个民主自由宪政的初刑 而这个时候宣文就去了 就是去回大陆了 这个时候回来没多久 他就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之后整班南方的代表 全部单方面撕毁了和北方的协议 在南方召开了一个非法的会议 即是你和北方的互相的事 完全是撕毁了 建立一个叫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 谈得好地地 袁世凯OK 你OK 意思就是说 你给回清廷那些孤儿子 一个面子 不要杀他们 让他们善让给你 立宪你们变成中华民国OK 接着你定立岳洲协议法 基本上OK 你的内阁制基本上OK 而这个地方 就是告诉大家 你要给回袁世凯 起码要通过一个正常的选举 让他出任一个总统的地位 OK 那这样的话 大家互相有个共识 但是这个时间 孙大派一来就说不行 显然的理由就是什么呢 因为孙大炮说他帮到钱 不怕 打 这样 在这个情况之下 每个人就觉得 喂 心里面不好受 但是你既然说到你这么OK 票选你 那么多个代表 基本上除了有一票投王兴之外 每个都投给孙大炮 而袁世凯很生气 好 1912年的1月4日 就是民国元年的4日 元月4日 就是他说国体问题应由国会解决 乃民南京忽幼组织政府 他觉得这件事是一个背信弃义的行为 那这个是一个门天过海的行为 那当然 这个当然是讲假 不过孙大炮一向都是说 表面上就是说我有钱 表面上是暗底的 表面上 但是他外面的宣传就是什么呢 语不明一前也 所带回这革命之精神 说真的 你要我老想一想 你用革命的精神带来 那些人突然间要转态 不要开玩笑 好吗 你当然是说 我有钱 当然 后来发觉他也是一个空心老观 因为他跟三井财阀 日本财阀求助的时候 发现到 基本上 你答应的东西 日本政府透过三井集团 借款给孙文是可以考虑的 希望得到东北的权利 而当时候 即是日本的现代军队之父 山苑有朋友也提出 希望你找这个机会 和革命党协议 将东三省挖归日本所有 因为当时候 东三省你记住 已经是俄国占领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后来因为日俄战争 1904至05年 日本取得南半的主导权 那么主权 基本上是属于所谓的清 或者是所谓的清廷 那他就说 你会正式 无条件地 划给日本 所以当时 又跟孙文谈的就是这一点 那孙文当时的回答就是 为东洋之和平类 满洲 即是考虑 满洲故罪中 非保存于东洋人之手不可 他说 我们乞于日本 将满洲听任日本处置 以换取对我革命的援助 所以为了钱 满到限制 你想要什么地 全都给你 那些是满族人的地 和汉族没有关 这个时候 就是孙文的想法 那你会看到 当时日本是说三井的贷款 如火如荼 但因为英国插手 所以被逼止捕取消贷款 所以英国是 这个孙文由始终很恨英国的 就是这个原因 那这个当时就是说 他借不到钱 那这个临时政府 钱又借不到 人又没有 最后都要把权力 让回给袁世海 所以就是说 最后由袁世海就任中和民国的 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第一任的临时大总统 是孙大炮 但是这个临时政府是非法的 因为第一 选出来的那些代表 并不是有民意支持 各省知议会的头头组成 他是拉杂成军 是一个莫名其妙 十八个罗汉都不知道哪里来的 就是互相说 孙文你去 组成一个临时政府 而那些并不是有民意基础 譬如知议会基础 民选基础的一些事身 而袁世海 后来他当选 基本上成为一个总统 是得到了各地的知议会的支持 比如汤化龙 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事身支持 也有很多当事的人支持 这个历史 有没有人说清楚 当我们说袁世海涉国大道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 他从来没有签过二十一条 我们会说到孙中山 是签过一份日中盟约 比二十一条更加难 我稍后讲给你 他更加埋阔 而这一点 孙大炮靠什么的日本浪人 龚崎涛天 慈亨吉 这些人 当然慈亨吉后来的反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其他节目说过 有一个北一辉的人 后来就是日本的 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 就是被人杀了 北一辉后来变了军国主义者 但当时是宋教人的一个重要的日本人秘书 他提出了很多对于孙文的批评 袁世海就任总统之后 这个孙大炮当然说 Yes sir yes sir 不敢说袁世海是不对 因为说真的 袁世海是被人强的 孙大炮凭什么去拿别人的果实 军队你也没有 日本也没有给你军队 你也没有军队 新军就进入袁世海的手 所以看到他所写的所有东西 都是百般讨好袁世海的 你会发觉到 他对于袁世海的一些恭维 简直是难以理解的 譬如说他写 此次清帝信为南北统一 袁军之力实多 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 绝对赞同 举为公僕必能尽忠民国 且袁军赋予经验 民国统一 乃有建设之才 故如信袁之为人 狠有肩膀 就是好有肩膀 其徒脑亦甚清楚 见天下时君能明切 其思想亦很深 你看 赞得多好 但他的心里是极不服的 你要他在手上面 找到几个假货的临时大总统 让出来 等他做不到真正的总统 孙大炮 心身不服 他做过铁路总长 给一个职位给他的 他当然也说 哎 好啊 可以参观 可以浏览世界的铁路 但心里面 极不服 这个时间 大家知道 1912年的年尾 1913年的年初 举办了中国的众议院 参议院的一次重大的选举 这次选举的结果 也都非常触目的 为什么触目呢 是因为 他是第一次看到 一场四千万人投票的选举 当然是有一些 投票权的限制 所以并不是普及而平等的真普选 但是以1912年 13年的世界来说 我觉得你要求真普选 有些是跨时代 有些是马后炮 当时有很多国家都没有真普选 而有亚洲 可以这样做一场 这么大规模的选举 唯独是中华民国 当时的中华民国 不是国民党的中华民国 是1912至13年的中华民国 四千万人 占当时整个中华民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去那场选举 选举了众议院和参议院 结果呢 国民党是认为多数议席 他不是绝对多数 即不是过半 他要和其他党 基本上去联合去执政 但基本上 当时也都做到很多的进步 也都在这个地方看得到 那这个是以人民直选选出的国会的议员 去做这件事 大家都想国会选举制定宪法 制定选举大总统 内阁总理等各项首席 那这个时候呢 国民党的主要的掌托人 就是宋教仁 那他呢 主张内阁制 孙大炮主张总统制 后来孙大炮都不和他爭 因为他失权 宋教仁主宰的这个国民党 记住这个不是中国国民党 中国可能是后期的事 这个国民党和现在这个国民党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国民党呢 基本上是能够将几个政党呢 完全拿成一柱 那之后呢 联合成为一个国会最大党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他有监督这个袁世凯的权力 但是当时开会呢 去打架暗制 乱七八糟 去赛市场一样的 那后来袁世凯也因为这个原因 觉得呢 你们很多人呢 就是有不满 也都觉得很多事情要抵制你 行政立法的冲突在所难免 大家知道 但是你看一看 袁世凯 是不是刺杀了宋教人呢 1913年3月30日 宋教人呢 就在车站那里被人 三枪 砰砰砰砰 在他面前杀死了他 那这件事呢 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灾难 不是一个他的灾难 不简单 是很大的灾难 为什么呢 因为袁世凯一死 那你的国民党 就没有一个最主要的支柱 而这个时间呢 很多人就说呢 喂 我们要司法撤查这个案件 包括了胡罕文 王兄 那袁雄 个个都要呢 法院去调查 宋教人被刺杀的案件 还有呢 借款 譬如袁世凯要举国借款的话 要去议会審议 要求这样的 就是叫做体制内抗争 但是唯独是 孙大炮呢 就不是 他就要呢 全盘的一样呢 就是革命 二次革命 就要呢 土缘 今天九合了 譬如江西都督李烈坤 安徽都督炮民 维德仁呢 就一起陈其美 陈其美是黑社会来的 陈其美的侄就是陈立夫陈果夫 后来CC是Central Club 中央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国民党的主要成员 就是陈其美的侄 陈立夫陈果夫 陈其美 就叫做蔣介石 而陈其美 当时是日本的黑社会的龙头 杜月笙都是他的下巴 陈其美 找蔣介石去到医院 对着当时光复会的一个主要人物 陶成章 几枪 杀死了陶成章 当时年轻的蔣介石 就是当着陶成章的面 杀死陶成章 而这个时间 你会知道 谁是指使做这件事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 就是孙文 孙文和陈其美 是根本上一体两面 而之后 他找到一个男子 可以有一个透明状 所以孙文 就因为陶成章被蔣介石杀死 知道蔣介石是一个可用之材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对于宋教人案 孙永生的情况很奇怪 孙文当时就在外国 在日本 他刺身宋教人案的时候 不在中国 不在中华民国 而他回到中华民国 突然之间就要讨伐他以前赚到七彩的袁世海 不需要审判 不准审判 要打 其他人说你打什么都没有调查清楚 要打 但是 你想一想 当你一个 你现在看电视剧 电视剧里面 有一个人突然之间说 杀了他 是可以的 通常武核片 或者时装剧 就说杀了他的人 那就是控手 那你说 桑普 你意思就是宋文杀死了宋教人 答案是 是 怎样这样说呢 给大家听几个证据 好吗 北一辉 就是宋教人的一个日本的秘书 日本人秘书 他在《芝拿革命外市》一本书里面 大家可以买来看 书局有得买 芝拿革命外市 当时孙中生都说中国叫芝拿 他就说 袁世凯不是暗杀宋教人的主犯 陈其美是主谋 还有一个惊天重返 这个是北一辉寫的 我等一下告诉你 那个不是重返 北一辉就说 惊天重返 亦都是世人尊敬的某位藏镜人 那他书里面就是寄位寫圈圈圈 他说此人权势最盛之事 正是作恶罪裂之事 那如果你说这个人不是宣文 我想在当时中华文的历史上 都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和他相比 这是其一 另一个重要的地方 就是当时真正的内情是什么 大家知道当时也相当可怕的地方 究竟是谁才暗杀宋教人的一个元凶呢 据这个余杰先生 他写这本叫做颠倒的民国的整理 大致的推测是这样 因为太复杂了 前因后果太复杂了 我将结论给大家知道 袁凶是宣文 非法的前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 国民党名义上的理事长 鸿门的志工堂大佬 首犯是陈其美 是前上海都督 国民党大佬 青鸿帮的大佬 也都是上海土原军总司令 主犯包括了应季卿 也都有洪述组 假兇手就找了个武士出来 整个也是orchestrated 整件事是真与假虚实做得很漂亮 你看看这本书 他怎么报这个局来杀宋教人 杀宋教人 谁得理 你问一问 你说杀宋教人 不是袁世又得理 不好意思 袁世可以极度不喜欢这件事 他和宋教人是有口舌之争 政见之争 有行政立法之争 但没有要杀人的必要 何况他觉得你宋教人 根本威胁不了我的地位 你也不是想颠覆我这个政权 大家互相有争论 就好像曾育成和你的争论一样 共产党会拿槍来对付很多的年轻人 但是曾育成他不会和你去做出这些行为 但那个level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你想一想 现在会看到的就是 因为宋文是和宋教人直接的冲突 因为宋文 你看看后期写的东西 他极度憎恨宋教人 破坏了他三罪宪法的构想 先有军政 再有训政 再有宪政 再有宪政 而你立即直入宪政 极度憎户 而宋教人是抢了他国民党的光环 当他没有临时大总统做的时候 全部宋教人把所有东西拿走 極度痛恨他 而宋大炮对不喜欢的人 就只有一个字 杀 以前对所有的人如是 对宋教人如是 后来对其他人都是如是 暗杀 和他玩这个手法去做 和他地主 他当时在外面 这盘棋是报了很久去做的 所以这件事 令我觉得非常奋恨 很多教科书 不将这件事讲清楚 也都很离谱 如果要讲这个题目 恐怕不是这个 这个钟头可以讲得完 所以我们要继续讲下去 宋大炮毁了二次革命 当然是失败 失败了之后 就走了去哪里呢 走了去东京 他当时是先通过台湾基隆 再搭船去神户 再去横宾 去东京 在东京 在竹地市场有个精养圈 如果你去东京可以参观一下 他投靠了一个新的黑社会 这个是福江洋元社的头山本 和这些门屋庄吉就很熟 和他的女儿也很熟 怎样熟化大家知道 和范义吉三郎 这个大日本精神团的总裁也很熟 这些古怪黑社会 一些莫名其妙的组织和团体 在这个时候 他们组织了一个叫做中华革命党 这个时候就是他在日本成立的 大家要注意 宣文在这个时候 开始露出他真正的丑恶面目 以前都是遮遮掩掩 失败之中被人去威乐此笑 但是去到中华革命党的时代 就不是这么说 他真真正正 就是创立了这个党的时候 就相当可怕 他怎么写呢 他否定了宋教人的国民党路线 议会上民主选举的路线 他要的是怎么样呢 去读给大家听 这个完全是孙中生一字一句写出来的 大家不要误会我自己作他的东西 身害之役急急于制定临时约法 就是很急着要制定临时约法 以为可以的 跌民国的基础 是不知识得其法 他说临时约法你这么急 不行 你的岳洲约法这么急 不行 因为岳洲约法临时约法 都不是出自孙大炮的手 是出自宋教人的手 而创立这个民国本身 国民党没关系 国民党没关系 袁世海 之后开国会选举 组成了国民党 而国会选举的中坚 也是宋教人 不是 名义上挂牌的理事长 孙文 这个只是挂名 没有意思的 他说 不知精杰所在 非由于临时约法之未善 那由于未经军政分政两时期 而即入宪政 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件事 他说一定要有一个阶段 军政就是革命军专政 分政就是革命党专政 这两段时期都不可以有选举的 真正的地方要被人军事统治奴役 之后分 那他是先知先觉者可以分你 那你就可以形成一个思想 那就可以用牵证了 牵证的时候才可以得到 宋教人是不行的 他说 以前同盟会国民党之类的组织 只是以主义号召同志 但求主义之相同 不求稳留的顺习 所以当时党员虽重声势虽大 但内部分子意见分歧 步骤凌乱 没有团结自治的精神 没有奉令成交的美德 党魁就等于快捋 党员就如散沙 当时立党 只是圆滑于自由平等的说法 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 是以这次重组革命党 首以服从命令为首要条件 唯一的条件 这个是孙大炮 自陈申政及南洋同志书所写的 接着他再说 为求卷土重来 必须与同志创建秘密组织 以前的组织散漫不统一 以此为甲 这次的立党 服从党魁命令尤为重要 准备誓约书 打手此无 起誓即便 犧牲生命自由的权利 也要服从命令 终实完成自己的使命 完成自己的使命 这个孙文 至南洋革命党人下 他是一个孙文党 当时王兄支持他不信 走老 很多人支持他不信 都要走 谁会跟他一起 拜把兄弟 陳其美 其他人包括了李烈坤 马文卫都摇摇头 都想跟他说拜拜 而当时 这个革命党成立之余 还要跟日本有交友 1915年2月 暗地暗减 签订一个日中的盟约 这个盟约 袁世凯从没有签过21条 但是他谈的时候 不断的 日本割让了很多 而孙文 他跟日本人 所签的这份日中盟约 简直是丧权欲国 为什么我这么说 这份日中盟约 基本上是 已经是在历史文策上很清楚的 是孙文当时候 跟当时日本的一些政要签订 当然他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协议 但是他说明了 日中盟约的主要条文包括 为了让日中能够共同作战 中华海陆军使用的兵器 弹约兵具 全部采用与日本相同的款式 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士 将以日本军人为主 为了让日中在政治上 能够加倍确实合作 中华政府及地方官僚 在聘用外国人士 以日本人为主 中日银行和分行 将设置于日中主要城市 铁路海路 率先合作的时候 是以日本人为优先 以及调用修正 关税独立 废除领事裁判权 这些 就是日本以后会支援 这样说 这件事就是 当时日中的盟约 这个日中盟约 基本上 是更加丧权欲 可以这样说 整件事 会看到 孙大炮 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一个标榜家 只不过是说 不断地牺牲这件事 甚至他都同意 当时支持元世海清帝的古德洛 就是说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是需要教的 是需要慢慢来的 都有这样的延迟出现 到了湖国战争 蔡岳、云南那些人 推翻了元世海之后 1916年之后 孙中山就觉得 孙文就觉得幸幸言 于是乎 也都是当时有 苦丸之争、泥断之争 有将分复辟 这些太复杂不说 但是当时孙文 1917年的时候 就是来回广州 开第一次的广东军政府 其实孙大炮由始终组织过 三次军政府 而第三次是最有组织的 第一次的广东军政府 互法军政府 就是致任中华民国政府 海陆军大元税 当时他来到广州 于是胡温 唐家瑶 你是云南军 陆永廷 广西军 帮我忙 你做元税 我做大元税 那两个人理解你也有味 接着就是说 沉春圈也顶他不信 接着你要开非常国会 七人体制 完全没有人理解他 那这个时间呢 你要发觉到 这一次是功败垂成 因为呢 没有兵 没有人理他 回到来是没有名望 好像过街老鼠 那样 好像一个癫佬 那样 在做这些完全不压情的事 那你表面上就是说 你曾经做过一个非法政府的临时大总统 一个国民党的挨押的理事长 事实上你是完全 那些人是看不起你的 当时他已经众叛了你 因为觉得你成立一个中华革命党 简直是一种独裁的东西 你以为需要军政奋政才独裁 而后民主吗 你不独裁怪 不可以有民主 不可以有自由的吗 这件事就是他看不开的地方 而这个时候呢 就是有爆发了很多的新文化运动 但是当时孙大炮呢 基本上是一点都没有任何的一些表现出来 就是说很赞赏这件事的 没有 那看回他有很多的学说 基本上是很愚蠢 在台湾读书的时候 大家会知道 有一个叫做知难行义 因为王阳明说知义行难 他就说知难行义 那你为什么叫知难行义呢 他说知识分子 知识人做的事是难的 行义就是凡人凡夫俗子是行义的 所以一定要有一些知识人 来领导一些凡夫俗子 这样才是对的 那哪些知识人 当然是我 不是我双方 当然是孙文 这件事的话就是他的想法 这是很可怕的观念 因为正是这样 共产党就说他更加先知先觉 更加得了 所以他发明了很多很莫名其妙的观念 譬如说他说的很多的一些观念 譬如说分正本身都是一个大问题 那他就怎么写呢 书文学说也在当时慢慢形成 因为觉得你们新文化运动有很多的学说 我要搞一套书文学说 书文哲学出来 他就说 中国今日之当共和 由于幼童之当入属师属去读书 然入属即是师属 必须有良私益有以教之 而中国人民今日初进共和之治 亦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而教之 此分正之时期 所以为尊制入共和之过度所必要也 非此则必留于乱也 这个就是先知先觉论 愚文论 这一点 甚至他会标榜 是要做一个分正保姆 事故民国之主人者 实等于初生之婴儿 革命党即产生似婴儿之母也 你是他妈妈 既产之 则应当保养之教育之方 尽革命之贵之责 到成年之后才要还正于盟 那什么叫成年呢 就任他说的 那就是要条件要成熟 是一定要按照适当的情况 条件成熟才去还正于盟 即不知所谓 这套今天的想法 是他整套议的一个观点 这一件事也是他觉得 所谓的独裁 就是由这个字开始 而他说的中华民族概念 也在这个地方标榜出来 当时所谓的中华民族概念 基本上有好几个新的变化 因为他首先主张的 就是汉族中心的主义 民族主义并非是预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 是不容许那些不同族的人来奪我民族的政权 因为我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 这个就是很简单 汉人就是中国人 这个当时是说以汉滅满 所以当时辛亥革命杀了很多满人 他在西安里杀的满人相当多 他杀的汉人是比较少 满人是一直被人排除 老舍是一个满人 一直隐瞒他的身份 他真正的姓当然不是姓老 所以看到满人一直受到很大的排斥 是因为这个地方而来 排满轻汉 这个就是他当时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后来就标榜五族共和 五族共和就是说 要每个人互相细合 采用汤化龙 这个知义国议长汤化龙的概念 政体变更为五族共和 国旗分五色 红 黄 蓝 白 黑 代表汉满蒙回藏 成为一家人 为什么你突然间 你只是用汉人的革命 变成五族共和呢 然后突然间变成中华民族 而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的概念呢 大家要很清楚这一点 这个是孙文和观点 是充满了歧视 读一段给大家听 讲到五族的人数 藏人不过四五百万 蒙古人不过百万 满人不过几百万 回教衰重大部分都是汉人 讲到五族的地位 满洲忌主日人的势力之下 蒙古向为外的俄人的范围 西藏亦基成为英国的狼中物 触见他们皆无智慧的能力 我们的汉族就是帮他们才对的 冒使到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民族主义国家,即拿汉族来做的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的国家。 这叫做弹出,又弹入,再弹出,什么意思呢?今天汉族,一开始我统治就你们,然后奪得政权,共和,共与和都没有那么久,就说了,你们这帮人需要我来教,我来化,汉族要同化你们所有的人, 所以,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的民族国家,这个就是孙文的概念,可不可怕? 如果我们还是,这件事也觉得没问题的,我们看下去,除了民族的概念之外,有第二次的这个所谓的广东军政府, 当时陈启明是夺回广东,而当时就是因为发生了很多广东政府的一些纷争, 因为陈启明是觉得,经过张州的事变之后,觉得一定要是这个联省自治, 联省自治就是说,不要去发梦,想着去北伐,好好地顾住你每个地方的利益, 广东有广东的利益,福建有福建的利益,云南有云南的利益,好好去做, 而陈启明在20年代初期治下的广东是很有成效,有排水道,有路灯, 是第一次有西式的一些建筑,也都慢慢步向一些现代的文明,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当然,孙大炮是极度反感,极度反感, 想联合其他人去折磨他,去摧毁陈启明,这个时候就爆发了永峰南事件, 因为陈启明顶不住,一定要拉他,于是乎就这个永峰南就是当时停泊在这个广州,珠江, 白天鹅宾馆,现在白天鹅宾馆,出面的地方,当时当然没有白天鹅宾馆, 在沙面,沙面外面的这个地方有个永峰南, 这个时候,蒋介石来救驾,于是乎,孙文就深深感激, 后来解救了他,捉了他去上海,就是脱烂了, 这个就是第二次的广东军政府,就是孙文谈话之即现的, 后来去到上海之后,早年孙文就叫日本, 接着就开始叫俄国,而这个俄国是苏俄,已经是苏联, 1922年,大家知道,就开始了国共合作, 这个国共合作,与其说合作,其实叫乱俄用共, 或者是辅助工农,乱俄用共才是重要, 当时马林就叫当时1921年新产生的中国共产党, 你们就要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一点是陈独秀,李大超或者张国陶都很不喜欢, 但是马林说,你不喜欢,是不是要开除你先, 他说不要开除我,我要你苏共的第三国际的钱, 好,OK,当时没有第三国际的苏共, 你要给钱我,那你就要听话, 那加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部分, 那这个就是当时1923年1月, 孙文和岳飞达成的一个共识, 孙文和岳飞基本上当时就是说, 孙文觉得列宁当时,因为曾经搞到共产之后, 形成了大饥荒, 有一个新经济政策NEP,搞到改革开放, 有部分的了聋经济的宽松, 那跟他民生主义的事业政策很类近, 而且孙文最重要的是学两种东西, 第一,搞这么久,他自己都知道失败, 他要学会,你们苏共组织的方法, 组织,训练是什么, 怎样能够做一个有效的革命政党, 第二,你的资金和军事援助,需要他们提供, 在这个情况之下, 好,苏联帮你, 帮你怎样帮呢, 第一,你进不了广东, 我帮你铲除陈鬼明, 怎样帮呢,钱, 但是军队要你帮回来, 帮回来,行,怎样帮呢, 客军,即是这些,客人的军队, 广西有一些是, 广西有纽州附近的云南军阀, 叫做杨希敏, 广西军也都有一个军阀, 在纽州或者吴州附近, 叫做刘真环, 沈鸿亦,这些很小的军阀, 就找他们来搬过来, 这帮军阀怎样会听话呢, 因为他说,你要攻广州, 好,广州是个大肥缺, 占了广州,我做了主人了, 我收关税, 我A税,B税,C税的收入更加好, 那孙文就颁这些军阀来打, 钱谁给呢, 全部由苏联供应牢务, 给这个换做当时的银员, 给了这个孙文去打, 当然,孙文不是打, 是给这些客军去打陈鬼明, 陈鬼明四面坐过, 最后没办法, 逼着离开了广州, 去了这个惠州, 当时是这样的, 那这个时间, 孙文就是汇潮, 第三次广东军政府, 亦都是海陆军大元帅的大本营, 当时, 这个1919年开始, 由中华革命党, 转身成为的中国国民党, 开始运作了, 但当时都没开始组织, 完善, 乱俄用功才刚刚开始, 除了要夺得广州这个地盘之外, 还要做些什么呢? 第一, 军校, 1923年的8月, 孙文任命蒋介石为代表, 派遣孙日先博士代表团, 前往莫斯科, 而当时蒋介石就跟了托洛斯基红军组织的阶层去做, 黄埔军校的校长也都被蒋介石去做, 组织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军, 所有的装备, 服装, 训练各方面的东西, 都会跟回苏联红军的标准, 是托洛斯基系统的红军标准, 是蒋介石学完之后, 再派鲍罗亭政治顾问, 以及其他军事的顾问, 去组织这个黄埔军校, 所以整套黄埔军校的组织的标准, 完全是由苏联打赛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国民党要完全改造, 中国国民党虽然是由中华革命党, 变成中国国民党, 但中国国民党仍然是一盘散沙, 当时就要改造成为一个大众政党, 不是一个一人独裁的孙民党, 不是没有人听话的孙民党, 是怎么做呢? 一个近代化的组织原理, 就是共产党的组织原理, 通过各项的改进大会, 已决了新国民党的总将, 全体代表大会, 一中全会,二中全会, 在那个时候开始, 共产党不是首先发明这些全会的人, 这些全会是国民党才开始, 先在1924年, 23年的10月, 当时就是完全组织这个新的地方,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踏这些组织有些很基本的原则, 你表面上好像很民主, 实际上一点都不民主, 你由党员去选举这个所谓的政治局, 或者这个所谓的新的新中央干部会议, 每个月的照片就好像现在政治局常委一样, 但事实上这个选举都是说, 先由党去选择候选人, 被人去选, 你可以选谭慧珠, 叶刘淑儀, 或者林郑月娥, 让你选择, 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看到, 国民党共产党又始终都是这样, 后来就是写在党章, 宣民要成为永远的总理, 1924年的1月,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通过了新国民党的党章, 记住这个党章, 我再说一次, 不是孙文起草, 也不是他的文胆起草, 是鲍罗廷起草, 鲍罗廷是谁? 苏联的政治户问, 他懂得写中文吗? 他不懂, 他写俄文, 谁做翻译? 共产党的渠州白去做翻译, 鲍罗廷起草, 渠州白翻译, 形成了新国民党的党章, 而党章规定了, 要给孙文面, 本党章以创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孙先生为总理, 这个是永恒的总理, 就算蒋介石都不会说自己是总理, 他自己是总裁, 蒋委员长, 蒋总统, 先总统, 历史的灯塔, 但他从来都不会说, 他自己是总理, 因为总理是永恒的, 这一点, 就是1924年, 一月之后通过了之后, 一直到孙文, 25年3月死, 都是这样做, 由孙文独裁的表面独裁的政党, 变成了民主义决的政党, 但是说不清楚, 真正掌握权力的, 不是这些平台, 不是孙文, 是我给你军队, 我给你钱, 什么都是用资源来控制这个所谓的政党, 大家看到, 很多现在的所谓的一些政党, 只要看它后面的金主是什么, 所以共产党很明白这件事情, 所以它很清晰地告诉大家, 民建团, 这些工联会, 是不是这些情况, 大家很清楚, 反而我们这些民主政党的话, 完全都, 香港民主政党绝对没有这样的, 奇奇怪怪, 莫名其名的关系, 钱根本是捉金见酒, 所以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好了, 学会这一套的什么, 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 中国国民党, 就是苏联共产党的中国支部, 它整个组织, 中常会, 中执会这些东西, 现在就算民进党都是在学, 在抄, 其实我是很反感, 这些完全是一些列宁式整党的组织, 不应该再存在于现代化的政党当中, 这些东西, 完全是被共产党后面的, 幕后的人去操控住, 好了, 你说算了, 组成了政党, 学这些东西, 不是, 孙文引了一大批的客军进来, 他们要吃饭, 一个海关, 一个做这个, 入出境的, 一个是商务要收税的, 收了这么多税, 那孙文坐镇在这个广东军政府, 那些钱从何来, 难道每次都要问这个列宁, 去拿努布, 那是不行的, 那又怎么样呢, 自己都收税, 那你这些客军收了大堆税之后, 我坐镇的, 他征了70种不同的收税的地方, 他当时他扶不起的阿斗, 他的儿子孙科, 做广州市市长, 当时就有一个统一马路业权案, 就是要那些马路扩阔, 扩阔的话, 要你全部商家给税, 每间沿路的店铺给几千税, 这个不得了, 以前土地租金会支付, 就是我要扩张, 我要征用你的土地, 我会给钱给你的, 现在不特止不给, 还要向你征税, 就是说你收税, 你是商家, 那个路对你有好处, 给税给我, 甚至没有营业税, 和很多种不同的阿圈重税, 当时广东商团军, 是有自己军队的, 小则三千, 多则一万, 当时的团长陈廉伯, 很热情, 他是一个汇丰, 英国汇丰银行的, 广州分行的总行长, 他很热情, 于是乎发生了, 广东商团军在沙面, 和这班军队互相冲突的一件事, 这个是很可怕的, 发生了城市的巷战, 这个发生在1924年10月15日, 而孙文竟然他竟然不在乎, 因为觉得你们这些商团军, 你影响不了我, 因为他觉得苏联一直撑着我, 我为什么要害怕呢, 他去哪里呢, 他去北伐, 他就说, 蒋介石, 你跟我一起去巷关, 而他真的去了巷关, 北伐, 因为当时有席奉战争, 他想这个时候统一中国, 蒋介石说, 你省一点, 我不会理你, 我就在广州, 我在广州做什么呢, 就继续能够稳固这个局面, 我不会北伐, 现在时机不成熟, 而当时, 苏联的指令都叫他不要北伐, 但是这个孙大炮, 竟然自己一只工冲对前头去做这种事, 甚至无, 你说要辅助功能, 反帝国主义, 后期他叫苏联, 你竟然和张作霖, 奉系的张作霖, 碗系的段祺席, 一起结成一个三国反直同盟, 一起反对曹坤, 和吴佩夫, 这件事的话, 是基本上不可原谅, 因为你是工农政党, 你怎么会服务一些军阀割据分子资产阶级呢, 而这一点, 他可以为了现实的东西, 什么都可以做, 而共产党也借这个机会,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机会, 去做什么呢, 工农运动, 农民协会, 农民运动演习所, 农民革命军, 准备来一次大革命, 去清洗地方的时薪阶级, 这个一样东西, 孙文一知半解, 但是实权已经在他手上, 好了, 这件事, 他是不是真的完全是, 完全是投机分子, 他自己承认的, 柴狼当道, 安民狐狸, 他说柴狼攻击主要敌人, 联结, 次要敌人, 合用于我们的就是好的东西, 不合用于我们的就是一些坏的东西, 这个三文主义有死的, 完全是投机现实主义, 后来当然, 他因为要结成这个三国反殖同盟, 要和段祺瑞想在北京见面, 一上到去没多久, 挂牢陈, 听说是肝癌死, 中年就不知年岁, 1925年3月, 就挂牢陈了, 这段历史大家很清楚, 去到1927年, 当蒋介石北伐去到武汉, 他要是和共产党分道扬标, 在上海清共, 去清招共产党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到, 当时候也都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 就是说新的政府要产生, 就是南京政府, 这个南京政府, 基本上是没有选举的, 我们经常都说, 以前你说曹昆, 北洋政府, 会选, 各位, 会选的前提, 都起码有一个正常的选举, 但, 蒋介石1927年之后, 是没有再有任何选举, 因为为什么, 这个已经进入了训政的阶段, 训政是什么, 革命党专政, 是没有选举, 没有国会的, 所以你想一想, 一个民国, 如果是民主共和国的话, 是由1912年开始, 民国余年开始, 一直到1927年, 27年就是北洛, 基本上是接近成功的时候, 就是说去到南京, 清党, 组织南京政府, 继续北上这个时间, 民国就结束了, 真正的民国, 就是北洛政府之后, 几军阀割据, 怎么走马汉发, 有直系奉系婉系, 互相逗离斗, 勾心勾角, 关内有关外有, 互相抢夺政权都好, 抢完之后, 都要扮一个选举出来, 都要有一个粉色门面, 再之前都有过几轮的选举, 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选举, 但是真正的民国, 去到1927年完全结束, 而所谓的自由空气最开放的时代, 往往是1912年, 至到1927年之间那段时间, 即包括了五四, 新文化运动各方面的事情, 都是这段时间发生, 你会看到, 越要做一个统一的, 一种所谓的奋政的中国, 这个中国越不得安宁, 而我看回这么多的历史的知识, 可以告诉大家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呢? 孙文并不是一个国父, 是一个蝕国的大道, 初期勾结日本, 晚期勾结苏俄, 而勾结苏俄, 是铸成了到今天的大错, 而且可见的将来的大错, 这个大错就是说, 不只是引狼入室, 而且就将一些, 一些所谓专报独裁的因素, 完全滲入了, 陷入了在中国历史的基礼里面, 如果没有当年孙文的一些所谓的乱俄用功, 共产党会不会有其他方式发展呢? 肯定会有, 历史没有如果的, 不过我说, 这件事会看得到, 孙文当时的确发挥了这个引狼入室的局面, 而这个局面, 到今天, 很多人都继续承受着, 当大家一直包容着国父的时候, 我们看到, 台湾最近的情况也有所改变, 他们要打算五权宪法变成三权宪法, 考试监察, 根本上是一个可笑的一件事, 是一些毫无逻辑, 毫无基本上, 和权力的分立无关系的一件事, 而慢慢将监察院, 转面成为一个促进人权的委员会, 这个是台湾的一个改革, 希望将这些所谓的五权宪法的遗产, 其实是一些垃圾, 数入历史垃圾堆, 而我更加呼吁的台湾政府, 在未完成这件事的时候, 做一件很简单的事, 就是什么呢? 将书文的画像, 由各级政府和议会拿下来, 你看一看, 听一听我这几个小时的历史,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国父, 第一个泄国大盗, 一个浪人, 一个客帮, 一个唯一自己的利益, 可以濫杀无辜, 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涂碳生灵的人呢? 我相信大家只有公论, 他的历史, 他的思想, 完全不是民主自由的思想, 是一种独裁专正为实的思想, 这件事去到毛泽东时代, 他都看不起孙文, 因为孙文最后是失败, 或者是未成功, 所谓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虽努力, 可以这么说, 是汪精卫去到这个宣文写了之后, 写出来的这句说话, 这句说话, 其实一语相关, 有很多的东西, 可以跟大家说, 包括于有任, 包括张太炎, 包括这个汪精卫, 他们对于孙文心知肚明, 正因为心知肚明, 他们有很多东西, 不说出口, 张家石心知肚明, 但更加重要的是, 张家石是, 扑他为一个神主派来捧, 而他也是寄居于下面的老耳来处理, 第二代领导人来处理, 所以到现在国民党的教育, 一直影响到台湾这么久以来的教科书的写法, 而共产党也都对孙文的想法, 就是说资产阶级的一个革命家先行者, 这件事的话, 是完全扭曲了整个真实的历史, 我希望简单一个多钟, 可以给大家对于孙文有真实的形式, 希望大家不要再称呼他为孙中山, 国父, 历史的伟人, 我们要效法孙文, 能够缔造新中国, 这些这么傻的想法, 尤其现在很多海外民事, 人民文人事奉国民党那一套为这个归裂, 他觉得这件事先是他们的正宗, 要復兴民国, 各位, 如果你復兴的民国, 是宋教人当时临时约法, 或者是这个岳洲约法的民国, 这个可以去考虑一下, 但这个都不需要復兴, 重新建立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说的就是说, 不是復兴民国, 是復兴孙文学说, 我刚刚讲给大家听, 三罪构想, 三民主义, 四个纲令, 甚至无一些所谓的先知先觉论, 先知先觉, 点醒后知后觉, 训证保姆这些东西, 你是否同意, 如果是同意的话, 不好意思, 我们真的有很大的不同的思想和分别, 我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下一次再讲一个新的历史人物, 这些东西线